音樂 Hello 大家好 我是劉藝兒 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平時的運動包 其實也算是一個工作包 裡面應該有的寶貝們 第一個要分享的是 第一個帶著你的祕密 就是 因為我吃東西的時候很常會 有時候不小心碰到自己 有時候一大一會這樣 的時候 衣服會紅紅的一點 所以我有再去自比 一噴到就這樣 趕快塗趕快塗 所以這個對我來說也是一個 奇修的東西 自己講的有點不好意思 但它是我的必備商品 然後 還有 我運動 我有一個小橘子 因為其實運動後 我會希望補充維他命C還有水分 平常我會有三個水壺 一個是裝水 那我最大最大的水分是1900cc的 但今天被我弟借走了 所以也有帶來 那 通常還有一罐會裝黑咖啡 或是紅豆水 或是藝人水 這是我的 急救包 如果當 就是如果不小心 提到東西 破皮了 我裡面有 什麼呢 有OK泵 有各式各樣的藥品 我有一個護身膜包 有 恩祖公德行天公 還有台北文昌公 金光神咒 護身浮壁三眼 太多了 還有一些高雄來的 就是爸爸的愛心 再來也是一個袋袋 那這個袋袋有點神奇是 如果比方說工作結束之後 我會去運動的話 沒有帶髮圈 首先我會馬上把頭髮就是往上套 套起來就是把頭髮枯住的 但是我今天有做造型 所以呢 我不想把頭髮弄亂 還有有時候書畫有點時間長 不要覺得 練直立的東西 在那邊這樣壓壓壓 然後它可以調鬆緊 就是可以邊背台詞邊想一下 怎麼做然後手邊練肌肉 目標是把西瓜剖開 嗯 不要覺得很好笑 我就是想這樣 然後呢 喔 我最近在看一本書 就是在看 心經絕影 近期內 應該兩三個可以看的 想要理解本性是什麼 了解一些世界上的變化 跟我自己個人的內心 所以就最近在研讀這個第二次 再來 我要介紹的是 我最最最最最 寶貝的化妝包 做完保養之後 我第一個上妝的步驟會是 噔噔噔 Kiss無瑕隔離霜 因為我有時候結束之後 需要去找朋友 或是有工作 要見人的時候 我會希望自己的氣色是好的 那這個隔離霜是它 防曬氣數有50 然後它塞上去之後呢 就可以遮掉臉部的一些瑕疵 剛剛好 在我運動完之後 我臉的狀態再塗上它 就是整個很補貼 清爽 而且不會很黏 是我最喜歡的 減髮化妝術的一個小招術 眼睛眼神 也是對我來說 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因為我刷睫毛的時候 會有一些 一個基本款 是一般的 化妖美肌的睫毛膏 會刷上睫毛 那這次怎麼會長得比較小呢 就是因為 它是比較細的刷頭 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的刷頭就這麼細 刷完上睫毛之後 我會用這個來刷眼頭 和下睫毛 這樣的話 比較不會暈染到旁邊 眼中的皮粉 再來是 最後最後 我會再 插上護唇膏 如果是運動後 我可能會 插沒有顏色的 因為氣色本身就是 好的跟紅潤的 我就會 插沒有顏色的 這樣比較不會太突兀 我喜歡自然一點的妝感 那 這個是有一點一點潤色的 是當自己可能生理期 或是氣色 有點蒼白的時候 我就會 插上 帶一點點粉色的護唇刀 這樣就可以用 讓自己氣色比較好 而且 只要三種 東西 就可以讓我 看起來自然的好氣色 只能帶一樣出門啊 只能帶一樣 這樣很殘忍耶 我會帶他 因為對我來說 防曬 遮瑕 保濕 清爽 不黏膩 這個是 覺得工作上對我來說 是幫助最大的 那 自己工作的狀態調好 才可以照顧更多人 所以我會先選擇 這個產品在這裡